大家好 我是小马 本期视频呢 是Java课程的第九期 本期的主题呢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使用Gunit5进行单元测试 是这样啊 咱们现在的编程模式 都是面向对象 面向组件 面向微服务的开发 那么在咱们开发过程中 咱们编写测试代码呢 就是必须要完成的工作 咱们一般在Java界 都会采用Gunit 进行单元测试代码的编写 现在市面上主流的是 四版本和五版本 两个版本呢 都很流行 不过今天呢 小马给您采用Gunit5进行讲解 让咱们马上开始哦 好的 首先咱们看一下 今天的知识点 只有一个 使用Gunit5进行单元测试 该怎么做 下面呢 是它的官网 小马给您访问一下 咱们Ctrl C 做个拷贝 好的 这个是小马的官网 让咱们进入 大家请看 这个呢 就是Gunit5的官网 是吧 全英文 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图标 对吧 但是如果咱们在URL中 不敲入Gunit5 会怎样呢 咱们进入一下 大家请看 它呢 会自动跳到Gunit5 如果您用Gunit4的话 没关系 大家请看我的右上角 点击一下 可以进入到Gunit4 现在呢 4 5没有熟胜熟略 您用哪个都可以啊 因为在现在很多的项目现场的测试代码 还是用Gunit4编写 这个呢 没有好坏之分 不是说Gunit5就比4好多少 完全不是这样 好吧 OK 回到小马的课件 马上进入到实战演习的部分 今天呢 今天呢 有4个工作要做 首先 咱们编写POM文件 导入Gunit5的依赖包 然后 咱们编写一个实用类 在咱们当前的工程当中 编写完实用类之后 马上写它的测试代码 对这类的方法呢 进行测试 最后呢 咱们运行测试 发现咱们方法中的问题 那么在接下来的操作视频当中 小马呢 就给您演示这4个步骤哦